女明星專屬彩妝師的化妝箱裡 都藏了什麼神奇的法寶 讓這些女明星一上場就光艷四色 皮膚無懈可擊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你們會好奇那些站在舞台上的女明星 女歌手背後的彩妝師是誰嗎 今天我採訪了我的彩妝師好朋友 由尤思琦 簡淑玲跟凱咪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他們化妝箱裡面的小秘密喔 就是我們的客戶 他來的時候狀況是怎樣 有時候你沒有辦法知道 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說最近熬夜 或工作特別累的時候 他可能皮膚就會有很多的狀況 比如說皮類感或是脫皮 或是點點點就很多嘛 或是突然長一個大兜兜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是我最近特別愛用的 然後呢這兩款 但這個牌子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們妝前大抵 就羅拉馬西亞 他妝前大抵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他就是在最新的就是他出了一系列 適合各種膚質 那我覺得妝前大抵本來就是要適合各種膚質 他沒有辦法一罐打到底嘛 這個算是保濕加強型 右邊這一款是 讓皮膚就是有光澤的 我最近就是一定是這兩個挑戰性 然後皮膚就像底妝皮膚會超級漂亮 就是那種tone透感 然後你吃妝之後 比如說他那個光線打下來 然後比如說在舞台上 或是你任何人就是甚至拿手機拍 只要有光線有打到 皮膚看起來就是透亮跟看不出來好像打什麼底 所以我覺得這兩款是我最近覺得試用過就是非常非常 對 非常厲害的妝前打底 思琪老師剛剛最推薦的就是 羅拉馬西亞的幻顏凝露 那因為他剛好最近就是升級版改的非常厲害 就象徵是一個底妝的磁鐵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羅拉馬西亞這個幻顏凝露的愛好者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混合型的肌膚 肌膚真的比較容易脫妝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保濕款 他可以擦完之後讓那個後續的底妝可以更持久 沒想到思琪老師是用這兩種顏色 他直接用兩條來混合 就是一方面可以幫肌膚保濕 一方面又可以讓你的膚色整個提亮 我覺得他這個法寶真的是太厲害了 大家應該要學起來 在妝前大家知道說我會容易水腫 因為前天沒睡好或喝水 所以這是我們的法寶就是除了喝黑咖啡 再來就是我身上都一定會帶著這個刮沙棒 先給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外面市面上刮沙棒很多都是像這樣之類的材質 那我蠻推薦這一顆持的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弧度都是抓好好的 然後因為它是日本來的 所以我發現日本的設計上都很沒有那個尖尖 就是你按的時候不會不舒服 你看它的兩個這個尖角 就是幫你設計好 等一下我們眼頭有時候這邊是最酸 因為看太多手機了 所以有時候你看它輕輕對著這個點 往前頂的時候就按到穴道 然後再來就是有時候像黑眼圈 然後也可以稍微輕輕用這個邊角的地方稍微這樣推 下面也是 當然我們要推的時候 因為我就蠻建議這時候又來一個法寶 就是這個油 達特務的這個 我知道現在市面上很多油對不對 大家都有用過 就是不管很多品牌的玫瑰油什麼的 可是因為這一瓶是 為什麼我要推薦 我個人很推薦 因為這個就是我剛有講妝前的一個法寶 就是用了它按摩完之後 再上底妝非常的貼 而且還蠻不容易掉妝的 真的我就是推薦蠻多藝人用 然後他們也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其實它裡面的成分有角差 就是可以讓皮膚看起來更細 所以當你在粉體再上去的時候 它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讓妝更貼 然後更自然 所以你如果打得好的話 就是你整天都不用補妝 像簡淑玲老師啊 她喜歡在妝前幫藝人 就是加油跟按摩嘛 那其實她的那個按摩的手道非常的厲害 我也曾經親自見證過 那她是說她最推薦的是這個 Dr.Wood的這個絞砂碗的精華油 其實它的油其實很輕 然後在按摩的時候也很好推 所以其實然後再加上 一點點淡淡的玫瑰香味 她覺得這個效果也很好 那一瓶大概可能就是真的是 比一般比較專櫃級的頂級的油 還要CP值還要高很多 這個真的是不錯的選擇 皮膚很爛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乾到裂開 或乾到脫皮 然後紋路很深刻 然後上妝就會均裂的 就會用這個 這一瓶是我用過妝前最好用的保養油 對 那它等於是可以把紋路撫平 然後呢把那個你知道 就是天降乾淋就對了 可以把那個缺水的肌膚變成立刻是膨的 是飽滿的 而且它可以放在眼睛的下面 就很多眼下會那個紋路的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眼下的乾紋完全消失 然後它也可以跟粉底調在一起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乾肌 紋路肌脫皮肌 然後就是你知道 就是軍獵人專用的一瓶油 另外一種問題肌膚就是油的 超油的毛孔粗大 然後呢一上妝就馬上冒油 就是會馬上溶妝那種的話呢 我就會用這個 這個呢它是妝前的一個霧面修飾霜 那一般市面上有很多這種霧面修飾霜 它只是短暫的霧 那這個是我用過的就是 它的霧面效果續航力最高的 然後它完全沒有在刻起 就是像塗上去就是你描霧 就是會變得霧到你會不可思議 就是哇我的毛孔呢 就是這支 對超推 那真的它是要油肌才能用喔 乾肌用它會很可怕喔 就是油肌用它你會發現說 哇就是那個毛孔被填平 然後出油量會延緩至少三個小時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給 超級油甜的女生用這支 然後如果你是超乾的話就用這一個 凱米老師啊 她推薦的那個妝前精華 有一款是就是極乾的肌膚嘛 那另外一款啊就是給大油甜 我覺得台灣女生真的對於大油甜 也是一個很難控制的一個狀況 所以她推薦的是這個 伊莉莎白亞頓的這個妝前美肌乳 那我其實自己也有試用過 真的呀它就是一擦完之後 因為我的皮膚也稍微有一點 就是一擦完之後整個毛細孔就被這裡面的成分填滿了 然後就摸起來就超滑 然後有一些細紋啊 或者一些乾紋也立刻變不見 所以我覺得凱米老師的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法寶 很多女藝人需要長時間戴妝 尤其是要開演唱會的藝人 如何能夠讓那些眼妝不易暈染 不管是多唱多跳流汗流淚 她都不暈染了 彩妝師有好多秘密的法寶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 那我在各位要介紹的就是這兩支是睫毛膏 那右邊這一支呢它就是睫毛膏打底 那我們之前用到的睫毛膏打底 基本上都是透明 要嘛就是白色對不對 這一支睫毛膏打底我覺得真的太厲害了 它就是深藍色 然後深藍色呢我覺得很方便是 你如果平常要化淡妝 或是你沒有要化什麼妝 你其實像我就直接刷然後就出門 然後它可以增量我們的睫毛的視覺是15% 可是呢它看起來還是就是 比較深色不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這個打底完之後呢 你再刷上這個睫毛膏 它的效果呢就會非常的這個根根分明 而且會讓你的這個後面加了睫毛膏的效果更好 那我特別要講就是另外這支KISS ME是我最近的最愛 因為它的刷頭很小 那它本來呢就是大刷頭那一個 已經是就是我的化妝包裡面必備款 就是這一支就是必備款 可是因為它有時候刷還是會纖維太多 就是你必須去處理的啊 可是我覺得加了這個小刷頭之後 我就覺得哇就是兩支搭配起來 像刷眼頭眼尾或者下睫毛 我覺得它用起來就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更重要就是這兩支都不太暈染 就是眼中它一直暈染 其實因為它沒上蜜粉 可是呢很多人怕上蜜粉就是覺得 怕上了之後看起來都是那個卡粉跟皺紋 結果看起來眼睛更老 那我就建議說你可以用這種眼周蜜粉 還有就是可以讓眼周有點反射光澤的那種 很細微很細微的那種反光感 就會讓疲憊看起來就是不會那麼嚴重 像尤思琦啊他剛剛講到了兩個法寶 我自己也深有同感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KISS ME的睫毛膏 我想很多彩妝師其實他的彩妝箱裡面 都會有KISS ME的睫毛膏 因為它就是真的超不暈染的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款 因為這一款是超級小頭 所以因為其實我們亞洲女生的這個睫毛啊 就是比較短又下垂 所以這個小頭真的是可以刷到每一根睫毛 那我也是一個超容易暈染的熊貓眼 用完這個真的是超不暈染 那像有很多人啊除了很怕暈染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他的眼妝並沒有用蜜粉定妝 那剛剛尤思琦其實也推薦了這兩個 就是Laura Mercier的這個蜜粉餅 他其實就是專門為眼妝打底 跟定妝的蜜粉餅 其實有了這個啊 你擦什麼睫毛膏 擦什麼眼影都不會暈染 女生最怕什麼暈 打個哈欠或是 那因為老師有常常會做演唱會 因為有時候藝人會哭嘛 或是會流汗 所以之前很困擾找那個眼線筆 找到就是 就是也很害怕 然後後來就是這一支是 我們在屈城市還是有美妝店有找到這個 然後因為這個是台灣現在的版本 那我們前陣子就是找一段貨 因為我有時候一買就買很多 那台灣版本有黑色跟咖啡色 那這是日本現在最新的版本的眼線 為什麼會很喜歡這個就是 因為他用了呢 真的就是不太會黑掉 就是會暈染 對 很像會那種藝人在台上大吼大叫哭啊笑啊 真的是比較不會 對 而且還有一個呢 他畫上去很自然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你買的眼線 如果畫上去很容易就是很黑 可是你們發現很死 就是那個眼線一看就知道是眼線筆 可是這個都畫起來不會 他大推這個日本的這一支眼線筆 那這支眼線筆啊 我自己也趕快請同事從日本買回來試試看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畫很黑 然後完全真的都很不容易暈染 比方說你看我畫 只要等它乾啊 其實你這樣子怎麼弄 天啊我們馬上弄 馬上推 而且我手還是有溫度的 它就是不容易暈染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現在我立馬就正在測試的一支 不易暈染的眼線筆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找找看這個小法寶 它叫無重力非常睫毛膏 就是它很輕 專門針對睫毛陽尾的人 就是很多睫毛塌垂喔 你看夾不翹的 或者刷上去的時候 倒下來 我跟你講那個有多沮喪 對不對 那這支睫毛膏就是讓 等於是睫毛界的你知道 稀利式 是讓你就是一柱晴天 睫毛一柱晴天 不誇張 截至目前為止 就是說用過它的人沒有不喜歡的 我這樣會不會太電視購物 哈哈哈哈 你是你的精心的寶販 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很少就是會這麼直接的 推薦我自己的品牌的產品 幾乎不 但是這支睫毛膏 我必須很驕傲的說 它是目前最好用的睫毛膏 它讓很多沒辦法擦睫毛膏 那種東方女生 那一雙短睫毛 睫毛下垂 然後呢 夾不翹的女生 重新看到她的睫毛 凱咪她自己大推 她自己這個自由品牌的睫毛膏 因為她自己說 她每次就是畫很多女藝人的時候 睫毛膏真的是她的罩門 因為大家的睫毛的長短粗細 然後容不容易下垂 真的很難控制 因為我們不像老外一樣 很好刷 那她說 她就花了很多時間 研究了她這一支睫毛膏 這支睫毛膏就是有膠體 也有一些纖維質的成分 所以她刷完之後啊 她的睫毛就是想要到哪就到哪 她想要往左翹就往左翹 往右翹就往右翹 而且她也是不容易暈染 所以凱咪說她自從研發出她自己這個睫毛膏之外 她就再也不怕任何人有任何的睫毛問題 除了剛剛一些底妝啊 還有一些不易暈染的髮寶之外 其實這三個彩妝師 她們的化妝箱裡面 還有一些很神奇 以及很推薦的小東西 一起來看看是什麼呢 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愛用的粉底 然後她的遮瑕力非常好 是來自於就是比如說裡面的保養品成分 跟它拉提的效果 去幫你的膚質跟膚色做自然的修飾 所以你看起來會覺得皮膚變年輕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特別的法寶就是 就是點亮你的光明燈有沒有 皮膚的開運燈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這樣子的小小的巧思 用這個刷子你看它的弧度 就剛好是我們臉的角度 完全不需要再就是去挪動你的手的手腕的角度 你就是直接沾這個粉底 然後從中間拉提就往旁邊 然後甚至像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下額角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直接這樣子刷 然後像中間上面比較突出的刷毛地方 比如說你有毛口粗大的地方 你要這樣用點按點按的 還有鼻翼用點按點按的去遮瑕你的毛孔 還有這個黑眼圈 甚至像這個眼窩 它都是直接這樣子 你就是用這個刷具 你可以把這個粉底呢 讓它刷得非常均勻之外 它就會增加這個粉底的遮瑕效果 這個是Make Up For Ever 你看這個筆桿的顏色跟它的樣子 就知道這個至少有 我不知道我朋友20年欸 就是那種我剛出道都還沒當化妝師就買的 就是很久很久 然後這支刷子我特別特別愛 因為現在已經不出這種刷子 這是斜角眉刷 它的那個鬆度跟寬度 可以讓我就是畫出比較自然的 眉毛的著色感 所以如果這一支呢 它不幸就是 就是對往生了 我可能會為了它再去工廠做自己想要的 眉刷 因為我覺得就是 它對我來說就是真的不可缺少 就我很習慣用這樣的眉刷 這個筆刷套也是跟我很久了 就是那個 這個是我在澳洲一個叫Gorgeous的牌子 也是我去做演唱會 然後就是會掛麻 然後就是這個為什麼很喜歡 因為它皮質是真的很軟 你看這麼軟 因為我有時候會去日本或是拿來賣筆刷 它那個皮還是很硬 因為我很喜歡真的很軟 而且是不會裂開的那種 因為有的它用久它會被虧 所以這個是我用到現在目前很喜歡 那是我買兩套回來 可是這一組那時候買還蠻貴 好幾千塊的 就是我買了兩組 那用筆刷會越買越多 其實我家也有很多品牌 還有日本買的筆刷套 我還是用不習慣 因為太硬了 那這已經用到你看你們 你們看到這個有時候像這個你看 都破掉 然後都是我助理會幫我縫 我其實有一直在跟很多廠商說 可不可以幫我找到 可是也有人叫我去訂做 可是我還不喜歡 就是還是沒有找到 我很喜歡的皮 因為它這個很軟硬 你看它收起來的時候 你看我就是可以塞 那有的很硬 它就是就像那個我們畫 書法的那個有沒有毛筆的那個 你看它這個這麼軟 然後因為我們都很多 然後這個袋子也是換過好幾次 就是去那個布室 請我的助理去幫我找這個皮 我說你要幫我找到類似一樣 因為我不要那個硬的皮 它有給我看過 然後我就說你那個皮要幫我找人 因為它棒的時候你看 因為我最喜歡這樣的筆刷 然後呢在這裡面呢 我還有這邊 你看這個顏色都不一樣 都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支筆刷 我大概提一下就是 你看它都落差了 這個這個字是叫Aterri 是我早期大概 我英國念書前的五年 就是那時候還在用法郎的最後的時候 然後跟這家學院合作 它是一個建築師 反正它就蠻厲害 就是一個做彩妝品牌跟彩妝師 那時候我們去 它就是教我們很多 那個色彩學啊 然後立體架構這些 然後它有賣一些筆刷 就我就買了幾支 所以那時候你看我已經洗到都落差了 就是都還捨不得丟 好 說到洗刷水呢 我要來你知道 好好的跟大家就是教育一下 就是說我目前用的這個就是 最棒最好用的洗刷水 也是很多其他專櫃洗刷子偷偷用的東西 對我都一直爆料 就是呢這個洗刷水來 它原本是長這樣的 這個是也是美國好萊塢的 專業彩妝品牌 然後他們家出的洗刷水呢 也是一樣就是 好你看這是它原本的大罐的 然後呢我會把它分裝這樣小瓶 噴霧的 好刷毛裡面所有卡的亮片 高體灰塵色素 該出現不該出現的東西 它都可以弄得很乾淨 而且它還可以保養刷毛 就是它不會傷刷毛 然後它而且呢它是大概五秒鐘就乾了 所以你可以 對你就這樣噴上去 這是一個比較奢侈的用法 對就這樣噴上去 然後呢你就用一張面紙 好你就用一張面紙這樣輕輕的在上面擦拭 然後呢它就會把裡面的顏料 色素髒污全部融出來 然後呢就在面紙上面 然後呢大概五秒鐘就乾了 然後就可以馬上用 衛生方便 就是有時候你洗刷只要等乾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五秒速乾 你就可以馬上畫下一個人 或者你要換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化妝 真的很方便 完全也是你知道 這些影視化妝 專門就是為化妝師著想 那也是為化妝者著想 很多東西的這種設計 真的就是出發點便利 那我要介紹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定妝的蜜粉 這個牌子呢 可能連很多你知道 美容編輯包含資深美容編輯 都可能不曉得的牌子 就是這個BEN NIGHT 這是一個美國專業化妝品 然後呢在台灣的新門町 有它的專賣店 那為什麼推薦它就是好用 然後呢這個也是 他們歷久不衰的明星商品 給...因為他們是影視化妝嘛 影視化妝要求就是 你定妝就是要把妝定好 然後呢就不要給我很花俏的光澤 也不要給我無味的亮粉 他們的專業化妝影視化妝就是 霧就是要集霧 對 定妝就是要把你的粉底 把你的所有彩妝定好 所以它很控油很定妝 然後呢因為戴妝時間比較長 所以呢這個粉它的那個細緻度 也非常的服貼 就是也不會乾 所以我覺得是目前蜜粉界 應該算是隱藏版的你知道 頂級款 對真的非常好用 沒用過的人真的要去用用看 因為要特別支持 因為這個品牌 這個台灣代理商 小小的間店 很致力於把這個... 這個牌子好好的在台灣經營 然後就是大家一定要你知道 一定要去支持一下的 對 老闆人非常好 對 是一個好人 以上就是這三位彩妝師 一些不為人知的化妝箱 小秘密 還有一些神奇的法寶 你還有哪些彩妝師 想要知道他們的秘密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再去找他們來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囉 拜拜 估境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